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众生都是从我们自信里面流现出来的 这是大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相 所以说一切法 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的 既然是一体 就应该要互相照顾 互相关心 阿弥陀佛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他以无尽的悲心 无尽的智慧 来成就一些众生 早一天离苦得乐 也正因为这样子 所以人家那个光明超过其他诸佛菩萨 下面是经里面又说的 是以经中复约 阿弥陀佛微神光明 最尊第一 十方诸佛所不能及 这个太遥不起了 经上讲 佛佛道同啊 那这里又为什么说 阿弥陀佛的光明居然超过一些诸佛呢 不但光明超过一些诸佛 不但光明超过一些诸佛 他的寿命也超过一些诸佛 光明是指这个长光 光明有两种 长光 放光 长光超过诸佛 寿命呢 是指他在极端世界能够暴身时间长 这些都跟佛在阴力当中 修行时候的发心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大家务必要拓宽心量 那个平常咬牙切齿的冤心在主 你要不要关心他呢 要啊 越是那个伤害我们的人 我们越是要照顾他 爱护他 要想想 他为什么对别人很好 为什么对我这么差呢 一定是我钱是对他不好嘛 所以这一生呢 他才会来报复我 伤害我 我现在能够忍得了 那这笔账呢 这笔债就了了 他讨再讨完呢 他就不会再跟我们的过不去 就会跟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有大法句 陀罗尼经 为诸佛有两种光明 一种是长光 一种是放光 长光者为圆明外 无时不照也 所以一切诸佛呢 都有两种光 那么第一种呢 就是长光 也就是圆明外 无时不照 做动修 如果我们现在每个人身上 也有这种长光 好不好 你就不用缴电费了 是不是 这是神的大笔的开销了 圆明 圆满光明 而且这个光明呢 没有中断的 什么是放光呢 下面也解释了 为以光使人精悟 这种光一放出来 他就看了之后觉得很惊讶 就觉悟了 就像这一次释迦文佛 他就放光了 有时而照 或现或收 随意自在也 他想放光就放光 他不想放光呢 那个光自然就收起来 这是他呢 度众生的一种闪巧方便 所以从这种现象 其实可以看得出啊 我们大家修行到底有没有功夫 你和这里讲放光嘛 诸位同修 你现在可不可以放光给我们看一下 在古时候有这样一个例子里 有一天晚上 一个老和尚呢 对他的徒弟们讲开始 在大殿里面讲 突然 因为他这个大殿呢 门是开着的嘛 大门是开着的嘛 忽然外面呢 吹进来一股强风 就把这个大殿里面的所有蜡烛 油灯吹灭了 以前是用蜡烛 油灯 那听众就感到惊恐 没想到这时候那个老和尚怎么做 他把手举起来 这时候大家看了什么 就跟他那个手指放光了 大家一看就会怎么样 惊讶了 哇 想不到老和尚还这么一手 手指还可以放光 请问老和尚平常手指可不可以放光吗 当然可以 那他为什么平常不露一手呢 缘分未到嘛 你看真正有功夫的人 他就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修清净心平等性 清净平等到极处 这些本能全都会恢复过来 所以我们对于这现象 这种神通也不要感觉到很惊讶 为什么 本能嘛 您本来的能力 只是我们现在有妄想分别执着 使自己的本能暂时的迷失 不是没有 暂时迷失